你不要跟我一起看後面啊 因為我想這樣比較拍得到就是腳什麼的 好那我要學她 這樣可以就是腳比較細 撞撞 好壞 有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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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血貼文嗎 直播 所以這是得金鐘獎之後第一次直播嗎 對 什麼得成名的金鐘獎 蝦皮開始在裡面 蝦皮開始在裡面 哇 真的耶 你怎麼忘了 鼻子就是鼻子的形狀好像 好我先去休息了 哈囉哈囉婷婷 哈囉 嗨 等我一下我在分享那個推文 嗨Alice 嗨 在分享的時候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今天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先等大家進來 我們在一起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事情 好 那你昨天為什麼沒有在直播裡面 就是最近身體有點奉一欠安啊 欸我們那個衣服會送幾件啊 會送一件 一件喔 還是安迪邊加碼好了 加碼 要加碼嗎 你那麼有錢 加碼 對啊你那麼有錢 我剛講有點大聲啦 哈囉媛媛 哈囉媛媛 哈囉哈囉大家午安 大家吃飽了嗎 大家吃飽了嗎 欸我們好像很少直播是可以看到全身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直播示範好了 上次健身 示範給大家看 嗨媛媛 抽襯衫 我看能脫襯衫 脫啊 蛤 什麼 Michelle 去 你不要Michelle 要念著Michael 我跟你講 我們這邊的小編英文不太好啦 Michelle都會念成Michael 喔就是我們一個新同事叫Michelle 然後他就是加入全組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欸新來的耶 Michael Michael是誰啊 明明不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新的女生的同事 為什麼他叫Michael這樣子 然後還問大家說 欸Michael是誰 所以他在打中文 對Michael Michael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也是這樣 就是他 他叫做Michelle 他那朋友叫Michael 然後常常這樣 傻傻分不清楚 對就是Michelle Michael傻傻分不清楚 對 Kitty 哈囉分享好了 這個 我們還沒吃 好 我也還沒吃 那我們直接進入 進入 我們今天的主題 嗨 欸他說沒練錯耶 他真的叫Michael嗎 嗯 Michelle是吧 不是啊 今天這樣很像英文課欸 Michelle啦 是Michelle去啦 對啊 對啊 敬方 嗨 王小柔 嗨 對今天會抽這個 明馬襯衫 其實我 我覺得這一件還蠻 就是 他就是今年秋冬很流行的 而且 因為現在台灣的秋天 其實並沒有很 沒有很冷 對啊 我今天還是覺得 我今天穿這樣有點太熱了 對啊 你知道如果穿那種太厚的衣服 你就會覺得 好熱啊 一下一直流汗 對一下熱血了 對 可是像這一件我覺得秋天 穿蠻剛好 因為他其實是那種 綿麻材質 比較薄一點的 你覺得透氣嗎 他蠻透氣的 所以他其實是 秋天穿 你可能 風吹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涼 但是你又不會覺得很熱 可是你好瘦 感覺 就是一件很剛好的 感覺說 安欣KP2說 安欣亞PK科家 好 等一下 大家應該都還不認識你 要不要來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好 嗨大家好 我是鐵乙希 欸 然後 鐵就是 鐵就是種鐵的鐵 就是以後的乙 康熙的希 那我平常其實都是在寫一些 就是可能美妝啊 化妝 然後最近因為萬聖節要到了 所以我就是開始在洗版一些 特效化妝 例如說什麼爛肉女僕啊 下禮拜 我不可以先講出來對不對 我昨天有發一個那個 你有看 我有看到那個 你有看瓦拉克 是畢音宅 畢音宅二的鬼修女 瓦拉克 鬼片我超怕的 我沒有辦法 我就是有寫她的房裝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的粉絲頁 可以看一下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她粉絲頁按讚 米修旭說田野西 對對對 就是那三個字 希希好 嗨 你想出萬聖節特效妝 我覺得粉絲等一下又要 敲碗就是要把小編們搞的 血肉模糊這樣 對 我們不做特效妝 我們都直接讓她 直接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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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點太恐怖了吧 賴小玉 嗨 哈囉 天野西 嗨 我今天看到妳的那個 給西帶的給西超多的耶 我今天想說就是多帶一些衣服 雖然我不曉得 我覺得半小時一定講不完 她現在在趕我走嗎 她直接揭露這些 我發現在鏡頭裡面 她的那個耳環很特別 這樣看起來很像就是 漂八尾 喔 對 我剛剛以為 她就是漂這兩側 沒有沒有沒有 並沒有 那是耳環 要不要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眉眉眉的 毛毛的 這樣 這樣看起來臉好長 那是羽毛嗎 它是 對它是有點羽毛 而且 它其實兩邊是做不對稱的 這邊是長的十字架比較短 喔 這裡是短的十字架比較長 喔它還有金屬的東西 對 好特別喔 賴小玉說 開心開心 漂亮謝謝 張聖龍說 讚 小韓 底彎 嗨 哈囉 呂仙兒 呂仙兒 你也有看到我寫 氣墊粉餅的喔 噢 仙兒是我們的忠實粉絲 因為某個男生的小編 他很喜歡 那一定就是安迪編 不是 誰啊 絕對不是安迪編好嗎 千萬不要害他家庭吃了 對 KKDN今天沒有來直播的現場 好 那我們時間不多 趕快讓妳進入妳的主題 好啊 喔 人線好多喔 蠻多的耶 趕快趕快 趁人還在的時候 趕快離開這裡 那我先 那我先講一下好了 因為其實 那我現在先把現場就交給妳 按就跟 我就送我自己一個人 對 有人KT2說客家豔勇 原來是我的最愛 好 那我今天 其實我覺得今年的秋冬穿搭趨勢啊 大部分就是著重在大地色 例如說 駝色 或者是 綠色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 九紅色暗紅色的衣服 所以呢 我大概今年 買到目前 顏色大概都著重 大概都著重在 駝色綠色跟九紅色 全部都是這三個顏色沒有其他的 噢 有一些深藍色啦 大概就是這四個顏色 那我今天穿的第一套衣服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等一下我們會抽獎送出去的衣服 它是這個 這個一套 超眠麻V領襯衫 那這一件我覺得它蠻 它蠻適合秋天的 冬天雖然有點冷 秋天的話它其實就是 因為它的布料我覺得還算蠻透氣的 所以還蠻適合 比如說像 台灣現在還是很熱啊 然後像我又很容易流汗的時候 你就是穿這樣子的 寶藏袖就還蠻適合的 米秀許說歡迎來到埃及 你住埃及嗎 是嗎 有人說想買裙子 那裙子的話 因為我覺得駝色它很 它很適合搭配綠色 有人說 KP藥說 昨天在新竹買一件綠色寬褲 我跟你講綠色寬褲 今年也很好搭配 我今天真的很多綠色的東西 我拿一下 像這樣子的裙子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 上面如果寬的話 下面我就會搭配比較窄一點的衣服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身高 我只有151公分 我超級矮 就是很嬌小的一個人 那我就會想說上面寬我就會下面窄 我比較不能穿上面寬下面也寬 不然看來就會很沒有精神 宋希希身上那一件 對對對 就是這一件 就是這一件 對 所以我的裙子我就會特別挑這種 呃 它像是有點長的鉛筆裙 但是這邊又做一個短裙的樣子 然後就是有一種 要曉不曉的感覺 對 就是好像很保守 但是這邊又稍微有一點小肉 但是它又不會太過頭 那我覺得秋冬穿這種裙子也是還蠻適合的 比例很好 楊婷婷謝謝 那如果說就是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女生 大家其實身上在意的部位不一樣 像我就很喜歡遮手臂 我就是那種手臂會在我身上有一點小肉的人 所以我就算夏天我也很喜歡穿 盡量會穿什麼蝴蝶袖啊 就把自己的手臂遮起來 那 我相信有些女生一定是不喜歡自己的大腿跟小腿 那這種時候如果說你覺得這種裙子 會露小腿我覺得很不喜歡 那我覺得也可以挑選 今年其實秋冬很流行就是金屬材質的裙子 或者是寬褲 那我這一件其實我是去 我是去年買的 它是那種斷面材質 看起來也有一點金屬光 那你們就可以挑選這種金屬材質的擺遮裙 欸那我就不用換啦 這樣看起來好像已經換好了 對不對 鏡頭前看起來也換好了 講話很親切喔 王小柔謝謝 Kathy2 男人都喜歡嬌小女生 我才不管欸 我只跟你說 嬌小女生衣服超難買的 因為我每次買衣服我下半身幾乎都要改 可是今年我覺得蠻好的是我意外發現 韓版的衣服比日版還要更小件 就我每次穿上來都發現 唉唷我不用改欸 就只要改長度啦 長度稍微改一下就好 Vicky劍說衣服穿不對就很老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今天這一件衣服它很好搭配 例如說好像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不喜歡肉腿 那我可以搭配這種比較長裙式的金屬 金屬百褶裙 那你就是把你的大腿小腿都遮住了 你就只要留這個比較細的腳踝 那你可能再搭配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要搭配像我這樣的高跟鞋 如果說像今年 我就從去年開始就很流行球鞋什麼的 那你去搭配休閒鞋或是球鞋看起來也很OK 啊我們就再背一個小包包 因為我很愛 如果我要搭球鞋的話搭什麼配色比較好 除白色百搭之外 白色百搭之外就黑色 黑色也OK 對 對啦而且今年的那個鞋子很流行 就是稍微也是有一點金屬感 那我這一雙它就是 雞皮的材質配上金屬的拼接 喜歡裙子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像越配越多 一套不會講太久 我們三十分鐘如果有六套 一套可以講 六五三十五分鐘 快 下一套 好 這個顏色很難加 其實不會耶 那我直接以這一套為主 我再來說好了 如果說你覺得綠色難駕馭 你不知道還可以配什麼衣服的話呢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配最簡單的 例如說牛仔破褲 但是這樣的感覺就是會比較 怎麼講 比較個性比較帥氣 那我就比較推薦說大家可以去 呃就不要穿得太休閒 因為你如果這樣子就會 配球鞋就會太MAN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配那種 呃尖尖頭的低跟鞋 那也是雞皮的 雞皮其實如果你覺得不好保存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搜尋 就比較便宜的雞皮鞋啊 所以你如果買比較便宜的話 你可能明年保存不好丟掉 你也不會覺得就是很心疼 或者是怎麼樣的 裙子還有什麼顏色喔 我都買綠色耶 我今天裙子都在綠色的 對大概就是可以這樣子配 那你看如果你配這樣 然後配一雙高跟鞋 那你可能就是綁一個半丸子頭 再戴個墨鏡 它看起來就是比較歐美 比較帥氣 但是又有一點小性感的樣子 因為其實這一件 它其實沒有一個小鼻鼻 我覺得它不會過低啦 所以就不太需要擔心說 會曝光或是怎麼樣的 抽抽抽快抽我 好欸我們今天為什麼時候抽獎啊 今天的話直播結束之後到今天的 就等於一整天 喔等於今天一整天 對這邊在PO文中分享 分享這篇 只要今天以內分享這個文章 到幾點會抽 就是分享完之後 其實我覺得我們用推薦方式抽出來 好這個你們自己跟那個小邊喬 有問題就去找他們 跟我沒有關係 好那我 好那我就是 有人說上衣 這個是什麼 上衣不敢穿寬鬆的 擔心看起來沒精神 喔所以我剛才說 如果你上面寬鬆 你跟我一樣個子交響 你怕沒有精神 你下面就是去穿窄的 那如果你不敢穿 你不想穿窄裙的話 或者是露那麼多腿 你就可以穿leggings 就是比較窄的褲子 其實我覺得這一件超級百搭 我覺得素面就是怎麼搭都不會錯 還蠻不錯的 那我是不是要去換衣服了 因為我剛講很多了 我們這一件可以配這個 又可以配金屬裙 又可以配牛仔鋪的褲 或是這個也可以啊 我今天朋友帶一個 他是藍色的褲裙 這樣也可以 把他拉起來 這樣子也可以 那我覺得這個的話 就是比較青春可愛一點 大家就可以去配 例如說 現在應該每個人可能 腳上都有一雙 愛迪達那個黑條紋那一雙吧 就可以配球鞋就好 或是配一個全白的休閒鞋 或是到冬天的話 你可以配黑色的鞋子 也是OK 對啊 或者是比較可愛一點 我覺得到了 秋天再涼一點 或者是配流出靴也是OK的 好那我就來換衣服 被你講了 好像真的是這樣 就真的是這樣子啊 珍惜服片 好 那我去換衣服 換衣服 我覺得 在今天這個直播 就是我突然 進來有點奇怪 還是我們直播脫衣服好了 真的嗎 直播脫衣服 就脫你的衣服啊 不要啊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什麼樣的穿搭 因為今天要講女生的秋天的穿搭 對吧 可是 今天就是有高手在這裡啊 我們還是講一下男生的好了 你可以不要你自己的啊 就平常小資女們 平常大概都會怎麼弄 我平常就是 嗯 有多邋遢就有多邋遢 然後只有直播的時候 我會稍微的正常一點 對 直播之前他都會去變身 大概需要十到十分鐘 我講過了 再講一次啊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上禮拜有回雲林 然後我爸其實很受不了的 裹一些穿著 我之前有穿破褲回去 大概就是乙溪剛剛拿的那件破褲那種程度 然後我爸就給我兩千塊 對 他很生氣 他就說 你最好給我去買一條新的褲子 對 所以大家知道怎麼跟父母金要錢 我沒有要 我沒有要錢 我今天我就開始剪褲子 哦 我想你媽子不會理你的 他怎麼會生氣 然後上禮拜我就穿了一件 就是很長版的 就是大概到這裡的大學梯 然後反正看起來就會很像孕婦這樣 然後回去的時候 回去的時候 我爸也是一個崩潰 他就超生氣 可是他這次只有拿了一千 我想就是因為沒有貨吧 他就是拿了一千 就說你去給我買新衣服 其實你剛剛有粉絲說 就是他們覺得你平常直播穿衣服滿好看的 應該是說黑色的那幾件吧 你之前不是有穿黑色的什麼 洋裝 小洋裝嗎 還是什麼 長一群 就V0的吧 他們之前好像剛剛有粉絲說 就是他們覺得 你那時候穿的都滿好看的 其實 其實我爸一直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 呃 我穿的任何的一件衣服 因為他們說 這樣可能粉絲會覺得 你穿這樣不OK 希望大家趕快留言告訴我爸爸 所以我 欸 也不能說我穿這樣不OK吧 其實我也是很邋遭 對 就是 我每次要直播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 就是好好的滲血液 要衣服 你看我今天包很緊 爸這樣應該可以吧 下次穿和服來 就是應該就沒有話講了對吧 好 以氣換好了 我們再請他來 拜拜 嗨 我回來了 然後再來一件就是 剛剛是駝色 另外一件就是我說的一樣 也是大地色 它是 酒紅色的衣服 那 其實我覺得 今年秋冬 非常流行 在袖子上做一些花樣 或者是 大做一些比較浮誇的款式 例如說 大寬袖 大寬袖跟 超級長的袖子 是一定要有的 那 我這一件其實我覺得 它的優點 就是 它這邊稍微有先 縮 縮口一點點 然後 然後這邊再開始做一個 有點閃狀 放射狀的袖子 然後這裡又是寬袖 所以如果你手臂 不是很細的話 或是你很在意說 我喜歡穿那種 嗯 比較舒適一點 像我一樣 那我就可以挑選這樣的袖子 那其實它看起來就有一點 隨性的感覺 而且每次穿就是會 會很想要這樣子 就很想要把手伸在裡面 我覺得這件真的也是很舒服 那裙子的話 我其實之前 穿這件 我都是搭配 剛剛這件 窄裙 之前啦 但我今天 我覺得其實這兩件 就是穿起來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例如說 我如果穿這樣子 配這個窄裙的話 看起來可能就是比較 俐落 然後比較 辣妹一點嗎 有點辣妹系 可是如果換上這種金屬光的 百褶裙 看起來就是比較 比較文青一點 是不是這樣說 稍微比較輕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我覺得衣服有時候很妙 就是雖然一樣都是綠色的裙子 或是綠色的單品 可是當你換上了它是不一樣 例如說百褶裙 或者是 呃 它是窄裙 那感覺就會不一樣 或者是如果我今天是穿 剛剛有一個女生說她買那個 綠色大寬褲 那我相信換上綠色大寬褲 看起來就會是比較帥氣的感覺 而且如果你 穿的是綠色寬褲的話 我覺得今年還可以再搭配一個東西 這個這個 就是 反帶 有一個 KT2說我胸部太大 不適合這件上衣 唉唷 好羨慕喔 覺得羨慕 我 我寧可不能穿 但是我跟你換大胸部 哈哈哈 還有什麼 這套難駕馭指數蠻高 其實我覺得不會耶 因為我跟你說其實 這件我當時要買的時候啊 我一直在想 因為我那時候是看謝琪琪穿 就是那個網膜 謝琪琪 然後我就想說 喔這件衣服不知道會不會很難駕馭 因為我從來沒有穿過這樣子的衣服 但是當我拿到以後 我一穿我就感覺好像 比我想像中還要好駕馭的很多耶 就是沒有那麼 真的沒有那麼的糟糕 不適合瘦小的媽咪 不會吧 欸我151公分耶 你應該沒有我矮吧 我只有151公分 然後 這個的話就是也可以搭配就是 領巾啊 就是把它綁領 當領巾再綁 就把這個前面貼著遮起來 對 或者是可以把它放個什麼 髮帶之類的 都OK 這一件真的難駕馭 大家都覺得很難駕馭啊 我覺得還好啊 我的臉太成熟 穿起來會像媽媽 那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件衣服你就可以不要搭配這樣的裙子 因為搭配這樣的裙子的話 看起來的確是會比較 鹹熟一點 所以你可以去搭配 例如說寬褲 他是比較帥氣俐落的 那這樣的話 其實看起來就絕對不會像媽媽 因為媽媽很少會穿那種帥氣的寬褲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媽媽很少穿裙子了 那就是寬褲啦 好 那我們是不是 再來再看下一套 好 好 下一套 什麼 你要走了 對我要走了 就便當吃到一半 你有吃嗎 還沒有 我有點餓 對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今天我在吃什麼 我當然吃麻油雞啊 我很喜歡吃麻油雞 不要在那邊聊麻油雞啦 然後就要穿搭 離題了是不是 對啊 離太多了 好剛剛講完我的 你是不是應該要講一下你的 我 你這是什麼奇怪風格 我就是 就是男生你知道比較隨性一點 就是上半空 就是你睡醒 就覺得你已經快遲到了 就隨便抓個衣服 遲到是衣服的問題嗎 不是啊 就為了節省時間 就是我今天就隨便穿一個滑板褲啊 然後就是 穿那個球衣啊 買的那個 放球衣就隨便套一件就來了 就這樣 對啊 裡面還是衣服 所以 好好好太多了太多了 然後關起來 所以你都沒有吃點摔牙 有啦 我的腮紅呢 我沒事怎麼會用腮紅 欸 你為什麼會講到點腮紅 我知道啊 欸看起來氣色不太好 因為他最近 你最近 身體微樣 對啊 所以 欸你要不要 好啦我們再講一下好了 因為要表我 我們今天是秋冬啊 我們要 守住這個主題 好 所以你今天這個特別 你就是你秋冬有 會特別什麼喇叭嗎 其實我還是都會一直 穿著短袖 因為我覺得 這個人就比較 懶惰一點 所以我都會穿著短袖 然後 瘋狂的買外套 嗯 對 因為冬天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在辦公室 不用穿 嗯 我個人覺得啦 就不用穿 買太多的長袖 可是我外套 冬天外套一定會狂買 因為走在路上的話 就是大家就是會看到你的外套 所以冬天就是以外套為主 對 就是可能衣服還是短袖 然後外套狂買 然後還有白鞋 我真的覺得白鞋很好搭 就上次直播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說過說 那個小白鞋 對啊 然後像那個愛里達 就是各個 各大運動品牌的白鞋 我也都會去買 喔 對啊 你要真的還蠻多白鞋的 對啊 百搭鞋 對 而且就我不會買太貴的 因為白鞋真的是很難照顧它 所以就是可能它長了我就會 讓它再見這樣 喔 換很快就對了 對 而且我很容易穿換鞋子 因為我走路的姿勢不太好 所以就是它的那個敵會 有一邊的敵會 消耗的特別的快這樣子 好 雨昕又換好了 那我們再請它 欸它這件褲子 我覺得給你一個個拼欸 欸 所以等一下會有錢嗎 看不然錢會飛進來 還是我等一下穿這件去拜訪你吧 可以可以 還記得幫我一點錢 爸爸也幫我給我兩千塊 好好好 換它 嗨 我又回來了 然後再來這一套其實就是 欸它跟那個棉麻是 同一間蝦皮賣夾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 我覺得今年 一路從春夏開始 就只能流行波西米亞風 那波西米亞風那時候流行的 可能顏色比較多是白色 但是今年的話 就是到秋冬的話 可以開始選擇 一樣波西米亞風 但是我把色系選成 紅色系 那搭配上就可以搭配 例如說像這種破褲 但是其實我覺得 鞋子的話就是穿 我覺得穿球鞋就好了 穿這個好像有一點太 有一點太招搖 我覺得就是穿球鞋 對 然後就一樣 就是可以配個 欸有一個老婆 可以搭配那個 安迪 這可以搭配一個髮帶 好 那髮帶的方式呢 因為這比較帥氣嘛 我覺得可以打一個平結 好 打一個平結之後呢 把你的髮帶塞進去 因為我現在其實沒有鏡子啦 我大概隨便綁一下 好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髮帶的顏色 我覺得可以再去搭配 其他例如說大地色系的 例如說駝色 我覺得也OK 大概可以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配 呃 例如說流書靴 我覺得流書靴也可以 或是有點 帶雞皮駝色的東西也OK 鄭宇伯說 要賣關東煮了 欸我真的覺得這是男生 我跟你說 男生永遠不懂 男生永遠不懂 因為我上次綁這個髮帶 每個女生都說好好看 IG偏偏就有一個人 就是有那一個男的 他回答他就說 嗨 你要賣章魚燒了嗎 然後我真的就是覺得 你知道我們女生 常常看到男生一些回話 我們都是會這樣 然後就覺得 滿個靈異 就是你知道 因為如果我們要講出一些話 可能那些話就不會很好聽 哈哈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子 梁文強說 70年代復古風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還滿喜歡復古風的感覺 就是像 像這樣子 但我覺得髮帶 其實可以不用搭配綠色的 我可以去挑選綠綠 也是紅色系的 或是駝色系的 那我駝色系的 髮帶配 駝色系的鞋子 其實就會 就是 我覺得會比較搭配一點 對 外套可以搭什麼 其實波西米亞 因為我覺得這一件衣服 它是 它是做這種寬寬的 風風袖 所以它不太適合穿外套 對 穿上外套的話 我有一個介紹 我覺得如果你是穿 裡面是穿白T也可以 或者是 酒紅色 像剛剛那一件 酒紅色的上衣 的話呢 看一下喔 欸我拿反了 褲子 褲子真的會被長輩帽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是 因為我自己 如果穿波西米亞 我是 比較喜歡 比較有個性的感覺 我是一直沒摸到我頭髮 大概就是這樣子 褲子蹲的下去嗎 可以啊 超級好蹲的 因為它太破了 配斗篷的呢 嗯 我覺得可能要看是什麼斗篷耶 但是像今年 有很多流行這種 就是睡衣式的 睡衣式的 成套的衣服 可能你們就是 在官網拍的時候 很常會看到那種 睡衣式的 可是我今天戴的這件 睡衣式 它是做長版的 那因為像我個子比較小 我就會把它當成外套再穿 拍一下 拍一下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米歐許說 好像哈利波特 我跟你說 最近穿起來超時尚 我是剛露出了大媽的語氣 那我跟妳講 那其實我 我這種外套 我不一定會 真的把它穿 穿在身上 我有時候會用披著的 就是會用披著的 方式 看起來也是 比較 比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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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帥氣一點點 對 我最近這一件 我之前的搭配方式 也是這樣子 我是配一個 米白色的上衣 然後一個 酒紅色的長裙 開剎長裙 然後就搭配這個 因為色系上 我有時候會覺得 穿搭顏色不要 身上不要超過兩個顏色 如果說我衣服是白色 裙子是酒紅色 那我可能在其他配件上 或是帽子 或是鞋子 我就盡量會搭配 酒紅色 或是米白色的衣服 我就不會再去搭配其他 因為顏色過多 看了就會很 很煩 對 那如果像這樣子 我覺得 如果我鞋子換一下 換個 駝色的東西 它在色系上 會比較搭 因為咖啡色跟紅色 算是同色系 那 包包的話 我就 一樣也是拿個 駝色就好 我覺得酒紅色的話 會比較好啦 大概是這樣 糟糕 感覺自己 駕馭不起來 這算風衣 沒有其實它是 它是上衣 我直接穿給你們看好了 它其實是可以 它其實是可以單穿的 只是我自己覺得它太大件 所以我拿來 我拿來把它當外套 這樣好像會 會不會扣起來就 長這樣吧 那它因為這邊有做一個開插 所以說 你今天你是小個子 你覺得它太大件了 如果它太大件的話 我也可以把它 就是 用個腰帶 我今天沒有帶皮帶 然後隨便綁一下 擋一下擋一下 擋一下 等一下喔 我要把我的紅色遮起來 我隨便綁一下 你們隨便看就好 先把這邊遮起來 現在就是把它做綁一下 然後這裡就是有開唱 我看到一些破褲的感覺 對 那我覺得腰帶就是 用小皮帶就好 我今天是隨便用絲巾 就是先暫時維一下 個子小不適合 欸熊媽 你一定沒有我矮 我151公分 我只有151公分 如果要帶包 可以怎麼打 很簡單啊 就一樣這一咖 就這樣 其實它等於就是同色系的 淺駝色 深駝色 我要把這邊遮起來 好 然後就這樣 那看起來就是比較帥氣一點 我覺得 那你也可以把它搭配 就是例如說 呃 像今年流行 貝雷帽 我想看貝雷帽 是不是 應該也ok 其實也可以 你休息說 我要去follow你 耶 賺到粉絲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比較像睡袍 沒有 我跟你說 因為今年真的很流行 睡衣式的衣服 我這邊還有其他件睡衣式的 我們現在直播幾分鐘了 我們現在直播幾分鐘了 不行 不行 什麼是貝雷帽 我今天沒有帶耶 可惜 我跟你說 我 下次會再自己直播 我可以趁機宣傳打廣告嗎 我再去換最後一套衣服 最後一套 這個厲害了 32分鐘喔 時間過得好快喔 他完全沒cue到我們 就走掉了 還有一套 我們突然沒有梗了 把全身上下都講完了 對啊 剛剛有人說 你牛仔外套很好看 真的有人說 對 喔不是我 沒關係 因為我剛寫完 然後想說 我今天沒有穿牛仔外套啊 這個就 就上次 上次我們有一季 有直播 就是跟大家介紹的 牛仔外套 有嗎 有啊 欸你是不是沒來啊 我不在 休假 對 是柯柯那一次嗎 就是我一直欺負柯柯的那一次 喔 就是他那個 那個牛仔外套 對 因為我的 我是有時候會擔心說 在那個 網拍上面會買不到 就是適合自己肩膀 因為我肩膀比較寬 對 肩膀比較寬 但是因為今年的牛仔外套 他的那個健身都做得比較下面 所以我想說現在就沒差吧 對 所以我就 隨便買了一個size 牛仔外套女生穿好像也蠻百搭的 對啊 就是 一樣又可以很懶惰 然後就出門了 其實男生好像真的 沒什麼概念 就是 就是一件T恤 一件牛奶褲就出門了 就我們看的時候 就是好 順眼好看就好 就是也 就是偏見嘛 對不對 就是不是 因為我們也看不太懂 就是到底 喔原來這個這樣配是什麼風 這個什麼風 那我們每天這麼認真幹嘛 你可以隨便穿 你隨便穿外套 大家都可以接受了吧 喔 對啊 我覺得冬天應該沒有辦法 直接單穿牛仔外套 因為他不太保 風 喔會冷 對對對 他比較適合你冬天 然後在辦公室的時候穿衣服 因為在辦公室如果你穿了一個大外套 感覺很難 作業 所以應該就是比較適合 就是有一件 比較寬鬆的衣服 然後讓你比較好移動 這樣子 欸他活著換好了 再換他 掰掰 嗨 我又回來了 欸我這樣換衣服都應該算快吧 超快 超快 好 好 那我繼續說 好 那這一件就是我把它拉正一點 因為我沒有鏡子 好 這一件就是我剛剛說的睡衣 睡衣風 那這一件其實它是睡衣 那 它的袖子一樣也是做這種 比較寬的袖子 只是它上面就是完全不理我們啊 沙沙沙 啊他剛說什麼 沙沙沙前面說什麼 因為我沒看到 我們中間有那個銜接一下 它其實這一件是有一點絲綢 所以它的布料很舒服 完全就真的是睡衣 那你穿出去外面你就覺得 一直覺得自己很輕鬆 很爽 哈哈哈哈 慵懶 慵懶 對對對很慵懶 欸這個 怎麼會突然想不到形容詞 只想到很爽 對 這一件 你看男生不懂啊 那個 陳紅雲 欸是陳紅雲嗎 他說旗袍 這跟旗袍 這跟旗袍差很多 好不好 舒服的睡衣 因為今年就是有很多種睡衣式的 那這一件如果你不喜歡肉腿 你也可以 我覺得可以搭配 例如說深藍色的寬褲 長寬褲 看起來就是比較 也是會比較帥氣一點 下半身 香香說 這件是褲裙 它其實是褲子 那 你也可以在蝦皮找類似的款式 因為我覺得今年做 就是很多人有在帶那個 韓國的 哦 米修旭說 他旗袍是我講的 不是 這不是旗袍 我跟你說 我上次呢 就是穿這一套 拍 我去拍穿搭的時候 然後 是穿這一套綁 綁那個髮袋 我再綁一次 髮袋其實很簡單 就是 打一個品結 嗯 等一下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套是不是 嗯 快速做音 我上次就是 我上次就綁這樣啊 然後POIG啊 我跟你說這個 戰術超高 就偏偏有一個人 男的 說 欸要賣章魚燒了 然後我就想說 嗯嗯嗯嗯嗯嗯嗯 現在不方便說那幾個字 好現在有點太大件 沒有我覺得其實今年就是 就是故意要穿的很寬鬆 那如果說你怕穿起來真的太像睡衣 很沒有精神的話 你上面就是寬 但是下面就是窄 就是 或是 或是穿這種高腰 看起來有腰身的話 就不會不至於太沒有精神 因為 其實像我的個子 就是真的非常小一五一嘛 要說瘦 算 對啊 算瘦吧 可是就是 我覺得很容易穿太寬鬆 就會沒有精神 所以我通常一定是上半身 不是上半身要合身 就是下半身要合身 我會二選一挑一個 合的那個 好 那鞋子呢 鞋子就是這種 拖鞋式的 這個 到時候 資訊就 再說啦 因為我的時間到了 後面有人在那邊跟我這樣子 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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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30分鐘到了這樣 對 那有更多的單品啊 或是什麼 之後 如果有機會直播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那個抽獎的 對 那今天大家記得我們的重點 就是